世界女排大奖赛如火如荼,中国女排新老搭配的阵容表现有所起伏,朱婷在这支球段依然是决定性的作用,她堪称队内唯一能够决定比赛的球员,也无愧是借第一球星的称号。 不过中国女排还有一位球员堪称定海神针,她就是自由人伶俐,无论是对阵意大利还是俄罗斯,最抢眼的都是朱婷。 当然我们也要看到,朱婷毕竟是替补出场,上阵时间非常少,她的顶级实力毋庸置疑,但排球是一个团队项目,单靠一个主攻是拿不到比赛胜利了。 除了朱婷,这支中国女排队内的另一对魂,当属林立。 东京周期,中国女排的主教练从郎平变成了安家杰。 安家杰在瑞士女排精英赛之后,迎来了更严峻的女排大奖赛考验。 在所有位置上,最让人放心的就是自由人的位置,就因为林立的存在。 中国女排在里约周期有限了很多英雄,包括球迷津津乐道的朱元长弓。 相比于这些弓手,干着脏活累活的自由人,林立并没有受到太多的关注。 不过需要看到的是,自从林立进入国家队以来,她不仅解决了郎平在自由人位置上的苦恼,更是帮助中国女排时隔11年重回世界之巅,并且在里约奥运会拿到冠军。 有了林立,中国女排开始战无不胜,林立也成为里约奥运会女子排球最佳自由人,之所以林立没有获得。